建造阿斯旺高坝的目的是控制洪水 增加灌溉蓄水量和水力发电 该水坝被认为对埃及计划中的工业化至关重要 因为它能够更好地控制洪水 增加灌溉蓄水量以及产生水力发电 在高坝建成之前 即使就坝已就位 尼罗河每年夏末都会泛滥 从东非盆地几乎畅通无阻地留下山谷 阿斯旺大坝的建设对埃及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高坝建成之前 即使就坝已就位 尼罗河每年夏末都会泛滥 从东非盆地几乎畅通无阻地留下山谷 这些洪水带来了富含天然营养物质和矿物质的高水位 每年丰富了洪泛区和三角洲沿岸的肥沃土壤 这种可预测性使尼罗河谷自古以来就是理想的农业之地 阿斯旺高坝的建设对埃及的农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大坝修建之前 尼罗河每年夏末都会泛滥 从东非盆地几乎畅通无阻地留下山谷 这些洪水带来了富含天然营养物质和矿物质的高水位 每年丰富了洪泛区和三角洲沿岸的肥沃土壤 这种可预测性使尼罗河谷自古以来就是理想的农业之地 阿斯旺高坝的建造对埃及控制洪水的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高坝建成之前 即使就坝已就位 尼罗河每年夏末都会泛滥 从东非盆地几乎畅通无阻地留下山谷 这些洪水带来了富含天然营养物质和矿物质的高水位 每年丰富了洪泛区和三角洲沿岸的肥沃土壤 这种可预测性使尼罗河谷自古以来就是理想的农业之地 位于莫斯科的水力发电计划研究所 在阿斯旺高坝建设中的作用是设计和监督大坝的建造 该研究所于1946年由苏联成立 承接苏联及国外大型水力发电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任务 阿斯旺高坝是该院成建的最大的水力发电项目之一 在大坝的设计和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